好這個題目呢要我們來比較下列這四個反應的這個能量大小 那我們要比他反應的能量大小呢 我們就想到我們前面曾經有提醒過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在學不同的這個變化的時候呢 他們的能量的變化大小是不同的 而這三種變化分別是什麼 就是物理變化、化學變化跟核變化 所以呢我們就要從下面的題目呢 去看看說到底這個變化是 這個反應是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還是核變化 那各位同學其實呢我們 並沒有就是最近呢有講很多關於方程化學方程式的東西 不過你只要還有一點點國中的印象的話呢 其實應該就可以解這一題了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A選項跟B選項 我們發現這個變化的左端呢 其實的這個地方呢左邊也是H2O 右邊也是H2O 這邊也是左邊也是H2O 右邊也是H2O 差別是什麼 只有這個L 這個G 這個S 這個L 雖然我們還不太理解這個的意義 不過呢我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它都是水變成水耶 也沒有產生什麼新的分子啊 那當然裡面的原子更是沒有變 所以呢這個兩個呢應該呢都是物理變化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嘛 雖然我們還搞不清楚 那不用擔心管理學方等一下會解釋 但是AB選項呢我們這樣猜一下的話它應該呢是物理變化 那同樣的呢我們看C選項 他說兩個氫加上一個氧 這個分子呢 氫分子加上氧分子最後變成水分子 這當然我們知道嘛 這個一定是氫跟氧燃燒的結果 所以這一定是一個化學變化 為什麼呢你看氫這裡也有氫 氧這裡也有氧 可是呢分子是不是變了 原本這邊是氫跟氧 這邊變成水分子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化學變化 好 那再來呢 欸這邊呢是什麼呢 欸這邊是一個H的1E 這邊是H的3E 你可能還講不出名字 這個東西就是氫沒有錯 啊這個東西呢 我們其實前面有稍微提過 它叫做川 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個東西是H2的1的的話 這個唸川嘛 那這個就是裡面寫兩撇而已 這個唸刀OK 川跟刀 這些東西呢 都是這個氫的這個同位素 就是它的這個子子一樣多 但是中子部一樣多 好 不過我們的重點不是在講同位素 我們的重點呢 是在講 欸這兩個原子加在一起 竟然產生一個新原子欸 所以呢 很顯然這個反應應該是什麼 這個反應應該是核反應 好 所以呢看完這裡之後 我們就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它要我們比能量大小嘛 最大的一定是什麼 最大的一定是豬啊 再來第二大呢 一定是C啊 化學變化 可是接下來問題來了 A跟B要怎麼比啊 我們都不知道 A跟B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沒有關係這時候呢 官員學長呢 就要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呢 如果你看到一個化學的這個分子式 它後面呢 寫了一個L 其實代表這個東西 當時是處於液態的 所以呢是liquid L-I-Q-U-I-D 所以用L當作代號 代表它是液態的狀態 而G呢 就是這個gas的意思 OK gas 所以呢它是這個氣態 所以這個選項的意思是說 水從液態變成水是氣態 也就是從水變成水蒸氣的過程 也就是你要蒸發沸騰的這個能量 那這邊呢 這邊H2O 這個S又是什麼呢 這個S是solid的意思 是固體的意思 也就是說 B選項呢 是問我們說從固體的水 也就是冰變成液態的水的時候 欸這個是什麼 融化的所需要的這個能量 那各位同學 這個呢 呃我們先簡單一點概念 以後你就會知道這兩個東西的值了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這個融化熱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氣化熱 那氣化熱呢 基本上要耗的能量是比融化熱還要來的大的 所以呢 它會比A大 然後最後呢 最小的是B 那其實這你也不難想像嘛 平常你把冰塊拿出來放在那裡 那很快呢 它就可以怎麼樣 它就可以這個融化了 可是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水呢 變成水蒸氣 你溫度其實要加的蠻高的 所以呢 這就是A 為什麼大於B的原因 OK 所以我們最後的選項呢 是G C A B 好 過五 感谢观看